继续来关心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因为号召反莱猪行动成功带起声量 但有没有帮助他在党内累积支持度呢 据周刊爆料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一份神秘民调 显示江启臣的支持度输给了朱立伦 而且朱立伦的看好度是江启臣的三倍 两位被点名主角今天都亲自回应了 江启臣驳斥斥这份民调说是有心人士见缝插针 朱立伦也说跟江启臣两个人约好了 要一起吃饭 更引用电影正义联盟的台词 真正的黑暗不是失去光明 而是相信没有机会重获光明 来呼吁党内要团结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这段话说的是国民党内一份神秘民调 传出江启臣寻求连任党主席的支持度只有百分之十八 大叔给朱立伦的百分之五十六 两人相差三倍之多 刚才又赖他一下给他加油 赖什么赖什么 给他加油 为什么要加油是因为输你三倍吗 不是当然是我们准备几次饭 虽然朱立伦极力强调和江启臣的好关系 但传出江启臣陷入重大领导危机 核心干部陆续淡出党中央 包含副秘书长李彦秀向党中央告假到三月 还有被视为江系人马的立院党团总召林维州 因为没得到江启臣奥元宣布不寻求连任总召决定在明年一月卸任之后就淡出党决策核心 我大概很能确认那个应该是假民调 连政策会执行党都不知道有那一份民调 相关人士都否认这项消息国民党内发出声明强调满脑子思考党内选举 折本逐末的权谋思考只会离基层和民心更远 更质疑这份神秘民调只是转移执政党失去民心的烟雾胆 引用电影台词呼吁党内团结一致对外 不过这份神秘民调也确实反映出江启臣出任党主席以来 内部始终纷扰不断 记者 叶林立民家 台北桑道